好,那么这边来看一下今天焦点战 ZQ对战XR的第一局上半场地图 选择了有眠阵 搬掉了祭司阿福逃出了女巫 对面是因为有先知这个点被放出来 那么拿了 变成了一个先知机械配两猛男的一个阵容 这套阵容修得也快 然后有一手先知可以爆点 怎么说呢 阿福可能 他如果带放狗追求速抓的话 也不一定 就是你抓了真的抓到了机械 或者抓到了 特别抓到机械这个点的话 在外面外面这三个人修起来也蛮恐怖的 所以还是要看中期的一个运营节奏 并不是说开局你带放狗 然后秒了一个机械就能有多大优势 现在球者打女巫都已经是太精了 特别是军工厂 我们已经看到太多遍 开局抓机械 然后最后被运营是三跑的 这里开局脸上第一个梅克先知 梅克的这个走位是在拉点的 但是足迹已经暴露了 那这里带的果然是放狗 放狗追先知其实还是蛮香的 这里先知应该是要下板子 断一下这个信徒 这边被寄生 这块板子不放的话 原生拉一刀 好这边板子下掉 两信徒抽一刀 再砸一块板 好的 这里梅克没给到机会 然后一波加速拉走 第一波信徒的一个自动跟随 是没有能够拿到一刀 那么女巫这边的一个追人稍微有点吃力 也选择放狗 先咬你 梅克这边拉拉过去 狗子咬住 看这边怎么选择 应该是想要原生打一刀 但是梅克这边好像就不想给你原生刀 打还是打中了 打中了以后这边能上二楼 但上二楼对于女巫来说就是一上一下封你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往前走 拉距离是最好的 因为你在一些就普遍好溜的一些交互点 但在女巫面前说实话就没那么好溜了 这里过来白打一个娃娃 这个娃娃幸好是炸击了 要不然还是一个震慑 多给一段存在感 现在是可以在追击先知的过程当中 如果找到其他人是可以马上补一个寄生的 这里多赚一个寄生还是蛮舒服的 而这边的一路上面没找到任何的求生者 虽然说技师娃被打掉 但先知这边是有一只鸟 我觉得找到 他真的是想要补一个寄生 想要打一个控场流 确实 因为感觉抓先知其实花的时间 也已经是过了蛮久了 这边想要通过更多的一些节奏来 把这个局势慢慢的往回拖一拖 说实话这把的一个电击 其实修得还是蛮快的 即使你把娃娃打掉了 外面的电击 前锋和佣兵的都没被影响到 外面两个救人为电击如果能亮掉 你这一个女巫的局也不是特别好打 那么这边是选择控场了 先知的鸟还在 这边两个信徒各种拉点 机械师这里可能要找 我刚想说要找机会来娃娃来帮忙扛刀 大龙这边是一块板子直接下了 本来把娃娃放出来扛一刀 我感觉就已经很好了 结果这里是反手一块板子砸头 前锋开始补这个机械师娃娃的电击 这里是要帮忙削信徒 佣兵削掉了先知的信徒 刚想摸这边寄生再补上补的是佣兵的 来抓先知 但是现在狗要咬住才行 这边机械师要打 机械师倒了以后信徒一削 还想再追的话 那你可能要切底牌闪现才能拿到 才有可能 不是说才能 才有可能的拿到先知的刀 这轮交换我觉得女巫并不赚 并不赚 因为说实话你拖了半天 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人抓而已 再加上这个半血的先知 你是没有信徒的 被求者清掉了 这点其实蛮伤的 情况这边也是已经感觉到有人上来了 直接翻下去 准备一波撞救 一撞没撞晕 打一刀把人救下来 拉走 这波撞没撞晕 机械师娃娃想扛刀 没扛住 那再打一刀 这个娃娃差了一点点 感觉有机会能扛住 有机会能扛住 电击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知补一台 然后二楼好像刚看到佣兵在补 我们看一下 这边补近身 再继续控场 佣兵这里的一个博命是在 这边在管佣兵 能打一刀佣兵 佣兵这边打一刀信徒消掉 救应该还是要安排佣兵来救 佣兵把电击点完以后还差最后一台 穷者这边是看到 妹克的先知已经在点了 看电击的一个进度是一台新机 差的有点多 不过前锋也过去 由于这边佣兵过来救 你这里要过去补兵图的话 有可能会被佣兵无伤掏下来 我们这边看不到佣兵这个视角 只能看到这边是过来补兵图 要来管电击 这两个人都是半血 直击七失常 这首失常 我觉得 稍微的会不会拼了一点 打追佣兵争取一个双岛 而且你这边市场一切以后 求生者这里没有补来得及补信徒 这边补上前锋 那边一个上挂飞的机械师是被信徒跟着的 他也不着急 但就看机械师能不能吃你这波没有技能的一个点位了 吃到一个比较好的交互点其实机械师也能溜一会儿的 这里阿福开始全面控场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最好把这个机械师先收了 要不然一会待会拥兵起来以后两个人补血 求生者一旦血线全部补埋了以后将会变得非常的难打 而且机械师有可能现在消信徒一旦信徒消掉局势就不一样了 前锋这边拉到一个交互点不给机会信徒跟上来 一刀打击倒漂亮 这波打得非常的好 但先知那边的电机也已经修了一半了 佣斌这边的自摸交的差不多了 可以来救的 佣斌这边自摸起来 先知的电机修了将近三分之二 这应该补信徒给佣斌吧 他要补信徒给先知 因为他有失常 他想去把电机管住 思路上面是正确的 但是就不知道这台电机能不能抢开啊 时长6秒钟5秒钟 好像如果补信徒这里要踹要先踹 先踹对踹完然后管 但那边的前锋被救下来了 机械师这里的一个自侵应该也差不多了 我感觉 哎这里再打一刀前锋 哇这前锋翻进来被打了一刀 真尴尬 现在场面上面四个信徒 四个信徒 先知这里是要被迫 现在局势压得很紧 局势压得很紧 佣斌在帮机械师削 阿福这边应该是看到在帮忙削 然后怕挂不上 这边选择换一个人签 挂的话能挂上 佣斌把机械师摸满 先知现在修不了机 这边时常再踹一脚 这个前锋看球人都保不保了 先补血 我觉得是最对的 比较好的球稳 球稳不要着急 这前锋可以不要 这前锋可以不要 但是如果说贸然去就把这个人给残了的话 这里还是要来救 还是要来救 前锋有球 打一刀 那佣斌这边要倒 佣斌是交掉自摸的 再追 佣斌就没必要了 这佣斌交掉自摸的 佣斌开始跑前锋 先知开始修机 这里是原生信徒管电机 然后外面的话单信徒追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个问题 就是你拿信徒把前锋击倒的话 你拿什么去挂呢 虽然说这个前锋是上挂飞 好 我这边是把先知也给击倒了 那外面要重修 现在是一个投修师 机械师在修 真的投修师 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全是受伤的 这机械师顶着巨大的debuff 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修 那边有没有想法把游兵摸起来 这里在削信徒 机械师这个点要去救人 要去救人 节奏还是拉得很紧 吃一刀救下来 打谁 打机械上挂飞的 那现在一个挂飞 一个没自摸 一个前锋是终于削掉了信徒 要去把傭兵摸起来 现在羽屋要赶紧过去补节奏 把信徒补上 穷者方面 前锋这里应该是他主要要追击的一个点 现在带着袁绅过来 要来围剿这边的先知 两信徒围剿 前锋被摸满 傭兵这里 拜学 补上信徒 找前锋 这个前锋还是香 局势上面失常应该又有一轮了 应该又有一轮了 我们看到几个信徒上面都有失常 都能够失常 所以说现在球者的电机成了一个大问题 刚才先知那边的电机真的只差一点点 但凡多那么一点点直接点开的话 这把别说平局了感觉 三跑都有可能 现在的话 这个局势偏向于死杀 因为电机修不掉 然后你们的血线和道具慢慢的在被蚕食 用兵是摸了一根针 先知二挂 可能是一个死杀了 从现在这个局势上面看 阿福只要稳住 然后把该踹的电机都踹掉 应该是比较大概率的 这里前锋想要来救 佣兵这边要去补电机 这台电机 半一半一半一半 救下来 有球 需要拖的时间很久 这一刀打前锋有球 前锋这边怎么说 两信徒来先把这个先知挂死 我觉得这个时候前锋 要不选择走吧 挂飞 好 那开始围剿前锋 电机的话 其实前锋这波 他不是想要救 感觉他更多的是想要牵制你干扰你修机 前锋是把信徒 这边再一脚 哎呦好绝望 虽然说踹的不多吧 但是还是踹掉了 那现在这个寄生信徒是永远的就 原生信徒是永远的就停在这台电机这里了 不动了 外面就靠寄生信徒来收拾了 不会让你再有机会碰电机了 扶妹这把打的真的非常的硬核 一刀打好 优兵倒地没自摸这边这根针交了一点点 所以说绝对是不足以支撑他把这个血线摸起来的 前锋再度陷入一个被迫的要消信徒之举 这边把阿福 这边把佣兵的这个信徒补上以后追击前锋完成死杀 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啊 这把石城哎被自己的女巫卡住了 被信徒卡住了 再找机会 消不掉了这信徒应该很难再来消掉了 追击一下拉近距离 佣兵这个位置要流血流死 其实还需要一波时间 而前锋没有球前锋手上也没有针 没有道具信徒是消掉了 前锋靠自己的意志在这边苦苦的支撑 他需要一个一个道具 他说给我一根针 一根针可能会被牛找到 给我半颗球 还你一个单跑 哎呀这边被寄身上 拿过来有一段小球翻一刀没打中 博弈 原生也过来了原生也过来了 两性图包夹 这里前锋已经太 几乎没有操作的空间了 操作空间已经被压榨到几乎为零 而这边的佣兵流血 还需要好久 一刀倒地 好 恭喜这边的阿福完成了一个四杀 非常的精彩 完成了一顿 无论